女孩捡到一部手机 殊不知里头住着冤魂 导致被鬼缠身 本期立刻带的电影《有客道》 今晚贝拉和亨利举办订婚典礼 众多好友受邀参加宴席 周围洋溢着幸福的气息 宴席结束后 亨利开车送贝拉回家 但由于亨利致命度太高 导致回家的路上 有狗仔队开车追逐 作为拍摄两人的照片 花费一番功夫 亨利成功甩掉狗仔队 不过大概是车速过快 导致贝拉突感不适 将头伸出窗外呕吐 就在这时 对面迎面开了一辆垃圾车 贝拉来不及闪躲 于是脑袋和身体分离了 贝拉死后 她的身后事交给罗伊负责 值得一提的是 罗伊和贝拉曾是一对恋人 但种种原因的驱使下 两人最终分居异地 再也没有联系 贝拉和罗伊约定过要结婚 买一枚大赞戒 不过这一切都没能实现 惨剧发生后 贝拉化为冤魂 徘徊在人世间 有一天半夜 女记者偷偷潜入殡仪馆 目的是为拍摄更多的物料 以作报道 贝拉的死全是她的错 但她没有丝毫的愧疚 反倒是更加肆意张狂 见到女记者的到来 贝拉便利用鬼暗眼 迫使女记者的眼前出现幻觉 女记者吓得到处乱窜 屁股尿流 前女友的去世 令罗伊百感交集 她回想着以前甜蜜时光 而贝拉则站在一旁 面露心疼地看着 出病日当天 罗伊无意间发现 当年贝拉书写了几封信 立马就得知分手的真相 原来当年贝拉临走之前 将所居住的地址交给妹妹 让妹妹转交给罗伊 但妹妹不但没有转交 反而撕掉纸条 这一举动 迫使贝拉和罗伊的恋情 走向终结 妹妹之所以这样做 原因是她从小就受姐姐宠爱 但自从罗伊出现后 贝拉对自己的疼爱就变少了 所以她才想拆散姐姐和罗伊 葬礼结束 罗伊来到屋顶 烧掉一个纸戒指 依次表达对贝拉的歉意和爱意 随后罗伊的眼角流下泪水 这时 贝拉伸手去擦拭 罗伊才感受到贝拉的存在 让人决定陪伴在对方的身边 秀荣爱心感十足 平时喜欢照顾流浪猫 同时她还拥有阴阳眼 能够看见孤魂野鬼 这项技能时常会令她受到惊吓 秀荣跟着舅舅和舅妈生活 舅妈爱好赌博 但运气一直都不好 每一次都输得一干二净 偶然的一次机会 舅妈从旁人口中 得知一种叫种猫的方法 能够走发财运 具体做法就是找一只生猫 放进小棺材里头 并当成招财猫一样供奉就行了 为求得一手好运气 舅妈不惜把秀荣养育的小猫咪 放进棺材 烧香叩拜 而躲在一旁的秀荣 早已泪流成河 后来舅妈还真的转运了 靠赌博赢得不少钱 但她没想到 小猫咪的鬼魂 附在了秀荣身上 一场复仇大计即将展开 秀荣回到家 给舅舅和舅妈做了一桌好菜 就在两人吃的正进行时 突然察觉这些菜里头有许多毛发 瞬间感到一阵恶心 紧接着秀荣拿出两个指人 这两个指人的样子 跟舅舅和舅妈长得一模一样 实际上舅妈并没靠赌博赢钱 一切都是幻觉 最终被小猫咪附身的秀荣 将两个指人点燃 舅舅和舅妈从此灰飞烟灭 小猫咪的灵魂也得以安息 喜欢帮助别人 这天晚上她走在小巷 不身摔倒 随后有个陌生男子前来搀扶 却遭到了阿英的冷言拒绝 回到家后阿英便去脱衣洗澡 收拾东西时 无意中发现包里多出一把手机 接着有个叫美美的女孩传来讯息 自称是手机的主人 阿英想把手机还给美美 但美美却先让阿英暂时保管一下 阿英邀请美美来家坐坐 殊不知美美的鬼魂一直缠绕在她的身边 没过几天 美美又传来讯息 她肯救阿英帮一个小忙 去找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阿英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换好衣服后 阿英来到天桥边 却没有看到美美的身影 紧接着手机传来一段视频 美美就出现在里头 跟随着视频中美美的指引 阿英溜进一间仓库 在仓库里头 阿英发现一具尸体 就在这时外头传来响动 只见变态男领着一名昏睡的女子 做着不可描述的事情 受到惊吓的阿英 趁着变态男不注意 本想悄无声息地离开 却不慎发出声响 导致刚离开没多久 阿英就被变态男抓回去了 等醒来后 阿英的伸手已被绳子绑住 她尝试逃离 但用一只脚也被绳子捆住 无法逃离魔爪的她 准备做最后的一丝挣扎 搏斗不过变态男的阿英 因为自己就要命丧黄泉时 被变态男奸杀的女子鬼魂 一拥而上 直接将变态男当场干掉 变态男死后 美美的手机传来信息 她对阿英表示感谢 有了阿英的帮助 仓库中的冤魂们 才能安详地离开 两名警察想告知美美的奶奶 她的孙女已死 可奶奶却说 美美正跟自己吃着饭 警察以为奶奶可能是得了老人病 便转身离开 警察走后 奶奶回到餐桌 美美正坐在她的身边 祖孙俩一块吃着饭 气氛温馨 生活总是讲究趣味 脑海中乱七八糟的想法 并非无用之念 智者向来行单影之 庸俗之人 则自是孤傲 自认为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实则大祸将至之时 便流为胆小如鼠的废物 生而为人 莫要太自以为是 那么今天就到这了 我是立歌 原作登展